大家好,我是王树森 前面两节课我讲了并行计算的一些基础知识 这节课我来讲解Fedric Learning,联邦学习 联邦学习是最近两年机器学习领域的一个大热点 我自己也在做这个方面的研究 我看到很多人在讨论这个话题,我觉得值得讲一下 联邦学习是一种分布式机器学习 如果大家对分布式机器学习不熟悉 可以先看一下我前面两个视频 我从技术的角度来讲联邦学习 以及联邦学习的几个研究方向 我讲的全都是干货,可能比较枯燥 如果你对技术不感兴趣,只想了解一下联邦学习的应用 恐怕这节课内容不适合你 这节课是给有一定机器学习和并行计算基础的学生讲的 还是那句话,如果你完全不了解并行计算 请先看一下我前面两个视频 联邦学习有很实际的应用 我们考虑这样一个问题 有很多用户装了Google的App 比如搜索引擎,Google照片等等 这些移动端的App都会收集数据产生数据 有些数据对Google来说是有用的 所以Google想要建立一个机器学习模型 然后使用移动端的数据来训练这个机器学习模型 这个问题听起来挺简单的 App把这些数据收集起来 发送到Google云端 然后Google在自己的集群上来训练模型 Google有的是计算资源 拿几百个TPU来训练模型根本不是个事儿 问题这不就解决了吗 事情当然没有这么简单 要是这么简单的话就没有联邦学习了 假如有这样一个限制条件 用户觉得自己照片等信息是隐私 不允许Google把数据传到云上 那该怎么办呢 比如说陈冠思老师肯定不希望 把自己的照片传到服务器上 对吧 我觉得这个隐私限制在中国根本不是个事儿 不管是BAT还是小公司的Android App 全都索要一堆他们用不着的权限 连个小游戏都要照片通信录短信这些权限 鬼知道用户数据有没有被他们传到云上 但是欧美不太一样 法律很严格 尤其是欧洲对用户隐私保护非常严 大公司不敢随便侵犯用户隐私 如果Google不能把数据传到Google云上 那么Google该怎么来训练这个机器学习模型呢 我再举一个例子 有几家医院他们都有医疗数据 他们希望用医疗数据来学习一个模型 这个模型可以帮医院做智能的诊断 预测等等任务 每家医院都有自己的数据 可以用来训练自己的模型 但是每家的数据都不多 训练出来的模型效果也不会好 如果很多家医院把数据都拿出来 这样数据多了 模型自然就能训练得更好 把这个例子中的医院换成银行保险公司 也是一样的道理 最简单办法就是大家把数据整合起来 放到一个服务器上 可以是其中一家医院的服务器 也可以是一个第三方公司的服务器 然后在服务器上就可以把模型训练出来了 但事实上没有这么简单 不管是医院银行还是保险公司 都不能轻易的把用户数据交给别人 这可能违反公司的规定 也可能违反法律 总之不可能把每一家的数据 都集中在一个服务器上 前面我讲的两个应用 就引出了联邦学习 下面我来讲分布式学习和联邦学习 我前面的课上讲了并行算法 或者叫做分布式算法 其中有一个编程模型叫做Parameter Server 系统里面有一个或几个节点作为Server 其他的节点作为Worker Server和Worker之间可以通信 通信的方式叫做Message Passing Server可以给Worker发消息 Worker也可以给Server发消息 我们可以用这种系统来训练最小二层回归 也可以训练神经网络 训练的过程中计算几乎都是Worker做的 Server端存储模型参数 并且更新模型参数 训练最小二层或者神经网络 需要做梯度下降或者随机梯度下降 想要让算法收敛 需要重复很多轮梯度下降 每一轮都要重复这样几个操作 首先Worker节点向Server所要模型参数 Server会把最新的模型参数发给Worker 这一步需要通信 通信复杂度就是模型参数的数量 然后Worker就用本地的数据 用最新的模型参数 来算出本地的梯度或者随机梯度 这一步是不需要通信的 Worker只需要在本地做计算就好 Worker节点算出梯度后 把梯度发给Server 这一步又需要通信 梯度的维度和参数的维度是一样的 所以这一步的通信复杂度还是等于模型参数的数量 Server收到梯度后 用梯度来更新模型参数 比如做一次梯度下降或者随机梯度下降 或者用momentum rmsprop或者atom之类的算法来更新参数 这样就完成了一次迭代 总结一下 每次迭代需要两次通信 Server把模型参数发给Worker Worker把梯度发给Server 计算主要是由Worker做的 Worker计算梯度 这个计算量比较大 Server端用梯度更新模型 这个计算量很小 只需要算两个向量或矩阵的差就好了 回顾一下 我一开始讲了两个应用 一个是Google希望从用户移动设备的数据 进行机器学习 另一个应用是几个医院 希望用医疗数据来训练模型 困难都是数据和隐私的问题 数据没有办法被集中放在一起 但是你想想 用分布式机器学习 这个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你把每个用户的手机 当做一个Worker节点 让这些节点做计算算出梯度 然后把梯度发给Server 这样Server不就可以学出来一个模型了吗 而且这也没有违反隐私限制 数据根本没有离开Worker节点 Server是看不到用户数据的 用分布式机器学习 我一开始讲的两个问题都解决了 Fedric Learning联邦学习 其实就是一种分布式机器学习 虽然联邦学习被炒得很热 但是它跟分布式机器学习没有本质区别 如果有人跟你吹联邦学习是多么革命性的创新 那真的是在吹牛 联邦学习是15年提出来的 联邦学习的应用很新 但是方法上没有太多新意 一直到17年他们的文章才发表在 AS-DAS这个会议上 我不是泼冷水 我自己也在做联邦学习的研究 联邦学习带来很多有意思的问题 值得学术界来解决 但是其本质完全就是分布式机器学习 可能它的名字起得比较好 所以火了起来 联邦学习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联邦是有很多个邦或者州组成的 每个邦或者州都有很高的自治权 组成的联邦就是个比较松散的政府 这很像我之前说的两个应用 手机用户或者医院 他们可以参与分布式学习 但是控制权还在用户自己手上 这就很类似于联邦 联邦学习就是这样一个比喻 那么联邦学习跟传统的分布式学习 有什么区别呢 区别肯定还是有的 否则叫它分布式学习就好了 用不着起个新的名字 有这么几点区别 首先 用户对自己的设备和数据 有绝对的控制权 用户可以随时让自己的设备 停止参与计算和通信 这就像是联邦的组成部分 每一个邦都有很强的自治权 这跟传统的分布式机器学习有所区别 MapReduce等传统分布式系统中 我可受Server的控制 接受Server的指令 Server甚至可以发送一个叫Shuffle指令 让Worker之间交换数据 把数据打散 传统分布式机器学习 很像中国的政治体制 上面有对各省的绝对控制权 所以联邦学习 跟传统分布式学习的第一个区别就是 Server对用户设备和数据 有多大的控制权 第二 参与联邦学习的Worker节点 往往都是手机 iPad 智能家居这些设备 这些设备不稳定 说不定手机用着就没电关机了 跟Server连接就断了 说不定进了电梯 手机就没信号了 也连不上Server 要手机进了个有强的国家 那就再也连不上Google服务器了 联邦学习中的Worker节点 往往都是这样不稳定的设备 而传统分布式机器学习的设备 往往都是在机房里 连着高速宽带 24小时开机 有专人维护 非常稳定 联邦学习用户的设备也各不相同 有的是最新的iPhone 11 有的还在用iPhone 5 这些设备的计算能力各不相同 有快有慢 要是让设备同时开始做计算 iPhone 10已经算了好几轮了 iPhone 5一轮还没算完 我在前面两节课讲过了 不管是同步算法还是异步算法 节点有快有慢 都会造成严重的问题 反观传统分布式计算的节点 几乎都是相同型号的机器和处理器 计算性能几乎都是一样的 长话短说 联邦学习的Worker节点不稳定 这对分布式计算造成了困难 第三 联邦学习的通信代价非常大 通信代价远大于计算的代价 传统分布式系统里面 节点是直接拿网线连起来的 就算没有直接拿网线连起来 也都是接入了高速的宽带 24小时开机 连接非常稳定 联邦学习里面Worker节点 往往都是手机 iPad这些设备 这些设备跟服务器的连接 都是远程连接 甚至设备可能跟服务器 不在一个国家 所以带宽很低 网络延迟很高 发送几千万个模型参数 不可能几百毫秒就完成 能几秒完成就不错了 第四 联邦学习的数据并非独立同分布 什么意思呢 我解释一下 联邦学习跟之前我讲的 Parameter Server一样 都是数据并发 Data Parallelism 意思就是每个Worker节点 都有一部分数据 在传统的分布式机器学习中 数据的划分通常是 均匀的随机打乱的 如果你用每个节点上的数据 去算一个统计量 比如说均值方差 你会发现每个节点上 这些统计量都差不多 如果我们能把数据 随机在节点之间打乱 shuffle一下 数据就能成为独立同分布 这样非常有利于 设计高效的算法 联邦学习是不能假设 数据是独立同分布的 每个手机用户的数据 统计性质肯定不一样 因为用户的习惯不一样 比如说我经常拿手机 拍拍风景 有些妹子喜欢自拍 所以我们两个手机 相册的图片的统计性质 就完全不一样 由于数据不是独立同分布 很多已有的 减少通信次数的算法 就不再适用了 第五 联邦学习的节点负载不平衡 啥意思呢 有的用户几天拍不了一张照片 有的用户每天拍几十张照片 这两个手机上 照片的数量差了上百倍 要是节点上的数据集 有的大有的小 建模和计算都会出问题 建模的时候 你要是给每张图片相同的权重 那么学习的模型 几乎取决于那些 一天拍几十张 几百张照片的重度用户 拍照少的用户就被忽略了 可是你要是给每个用户 相同的权重呢 也不太对 有的用户使用APP的时间长 有的用户一周 可能用不了一次 这样学习的模型 对重度用户的效果不太好 反正就是建模很麻烦 由于负载不平衡 计算的时候也是个问题 要是一个节点上的数据少 一个节点上的数据多 计算时间就不一样 一个已经算了100个EPOC了 另一个用户 可能连一个EPOC还没算完 传统分布式计算 都是要做负载平衡的 但是联邦学习 没有办法做负载均衡 不能把一个用户的数据 转移到另一个用户的手机上去 总之虽然联邦学习是一种分布式学习 但是联邦学习有很多独特的问题和难点 导致建模和计算都很麻烦 但也正是有了这些技术上的难点 我们做科研的人才有事干才能发出去论文 由于2和3这两个原因 设计联邦学习算法的时候 最重要的是减少通信次数 为什么呢 因为Worker节点不稳定 Server发一个请求 Worker未必会立刻响应 万一手机关机了 或者没连WiFi 手机就不会响应 再者传几千万个模型参数也有点慢 假如一个算法需要1000次通信才能收敛 另一个只要100次通信就能收敛 我们肯定想要用通信100次的算法 我应该已经讲清楚了 什么是联邦学习 联邦学习跟分布式学习的一同 以及联邦学习技术上的难点 接下来我来讲讲联邦学习的研究方向 这部分内容比较学术 所以比较无聊 你要是不做科研的话 可以不看这部分内容了 我刚刚说过 联邦学习最重要的研究方向 就是如何降低通信次数 哪怕让计算量大很多 只要能减少通信次数就是值得的 已经有很多算法可以降低通信次数 这些算法的理念全都一样 多做计算少做通信 Worker节点拿到模型参数之后 在本地做很多计算 这样就可以得到比T度更好的下降方向 然后Worker把这个更好的下降方向传给Server 然后Server用这个下降方向来更新模型参数 由于这个下降方向比T度更好 所以可以让收敛更快 比方说原本用T度下降 需要1000次迭代才能收敛 由于新的算法算出的下降方向更好 所以现在做100次迭代算法就能收敛了 迭代次数少了10倍 所以通信次数也就少了10倍 这就是设计算法的基本想法 在联邦学习的例子中 可以让用户设备在空闲 而且充电的时候做计算 即使手机本地的计算量增加了很多 也不会影响用户体验 我们来回顾一下 变形T度下降 每一个Worker节点上都有一部分数据 这叫做数据并发 Data Parallelism 每一轮迭代开始的时候 Server把最新的模型参数 发送给Worker节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Worker节点 每一轮都做什么样的操作 假设这个设备是DI个Worker节点 它做这样的通信和计算 它从服务器接收到最新的模型参数W 然后用W和Worker节点本地的数据 算出一个T度GI 最后就把T度GI发送给Server Server接收到所有Worker发来的T度之后 把这些T度G1一直到GM全都加起来 得到了T度G 然后Server做一次T度下降 更新参数W 这里的Alpha是不长Step Size 或者叫Learning Rate学习率 然后系统就可以进行下一轮迭代 系统把最新的参数W发给Worker Worker算T度 把T度传回Server 然后Server再来更新一次参数 不断重复这个过程很多很多次 最后算法会收敛 下面我介绍Federated Averaging这个算法 这个算法跟并行T度下降不太一样 Federated Averaging是一种 Communication Efficient Algorithm Federated Averaging用更少的通信次数 就能达到收敛 每一轮迭代的第一步跟前面一样 还是Server把参数发给Worker节点 但是每个Worker节点所做的 就跟之前不太一样了 Worker节点接收到模型参数W之后 重复A B这两个操作 首先用W和本地数据去算一个T度G 然后在本地做T度下降 本地更新参数W 这里的Alpha叫做不长或者学习率 把A B这两个步骤 重复几个Epoch 这里Epoch的意思说 把本地数据全都扫一遍 叫做一个Epoch 扫五遍就是五个Epoch 重复A B这个步骤 一到五个Epoch就好了 重复太多次也不好 重复A B这两步很多次之后 W就不再是一开始 从Server发来的那个W了 这时候W已经变了 假设这个设备是DI一个节点 把最终本地得到的参数W 记作是W2.i 然后把W2.i发送给Server 这样这个节点就完成了计算 回忆一下前面的T度下降 前面的T度下降 不重复A B这两步 只要算一次T度就行了 然后就把T度发给Server 然后我们再过来看一下 Federated Averaging Federated Averaging在本地做很多次计算 把收到的模型参数W 改进了很多次之后 再把它发回Server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这样做在两次通信之间 可以把参数做很大的改进 而不仅仅是一次T度下降 刚才这些Worker节点 在本地做了很多次T度下降 把模型参数从W 变成了本地的W2.i Worker就把这些算出来的W2.i 发送给Server Server接收到全部的W2.i之后 就对它们作为一个平均 或者是加权平均 把这M个Worker节点的输出 W2.1一直到W2.m加起来 除以M 这样得到的平均 就作为新的模型参数W 由于模型参数更新用的是这种平均 所以算法叫做Federated Averaging 下一轮迭代的时候 再把这个新的W 发送给所有的Worker节点 如果实验对比Federated Averaging 和T度下降 可以得到这样的结果 把横轴作为通信次数 纵轴作为损失函数 纵轴的值越小越好 换两种算法的收敛曲线 可以得到这两条线 Federated Averaging的曲线在下面 这说明Federated Averaging 让Loss下降的更快 用相同次数的通信 Federated Averaging收敛要快一些 这正是Federated Averaging有用的原因 Federated Averaging被设计出来 就是为了用更少次数的通信 达到收敛 两次通信之间 Federated Averaging让每个Worker节点 做大量本地计算 以牺牲计算量为代价 换取更少的通信次数 假如把横轴换成 Number of Epochs 会得到不同的结果 Epoch的意思是这样的 所有的Worker都把自己本地数据 扫一遍 这算是一个Epoch 因此Epoch可以用来 衡量计算量的多少 Federated Averaging的收敛曲线 在上面这条 用相同次数的Epochs Federated Averaging的损失函数 大于T度下降的损失函数 这意味着 让Worker节点做相同的计算量 那么Federated Averaging的收敛 比T度下降要慢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Federated Averaging减少了通信量 但是增加了Worker节点的计算量 这就是以牺牲计算量为代价 换取减少通信量 但是前面说了 联邦学习中的计算代价小 通信代价大 所以Federated Averaging这种算法 还是很有用的 Federated Averaging最先是 由McMahon这篇文章提出的 这篇文章是第一个 提出联邦学习的那篇 这篇文章只有算法和实验 没有理论分析 Stitch这篇论文发表在 ACLEAR 2018上 论文名字叫 Local SGD Converges Fast and Communicates Little 这篇文章证明了 Federated Averaging确实能收敛 而且通信量还比 随机提出下降要少 但是这篇文章的假设 是数据是独立同分布的 这就没意义了 联邦学习的最基本假设 就是数据不是独立同分布的 文章三是我和我的合作者 李祥张志华等人写的 我们证明了Federated Averaging 收敛 而且不需要独立同分布的假设 我们是第一个证出这个结论的 这个结论很有用 理论上保证了 确实可以放心地 使用Federated Averaging 做联邦学习 文章四比我们晚一些 他们也证明了类似的结论 不需要独立同分布假设 我想澄清一点 分布式积极学习中 通信是个很大的问题 早就有很多文章研究 怎么样减少通信次数 所有文章的想法 都是牺牲计算量 以换取减少通信次数 减少通信次数 并不是Federated Averaging 这篇文章率先提出的 这里我列了一些文章 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看 但是这些文章 大都要求数据是 独立同分布的 这就不太适用于 联邦学习 Primal Duo这篇文章 没有假设数据 是独立同分布的 但是这个不适用于 深度学习 神经网络很难求 对有问题 我刚才讲了 第一个研究方向 怎样减少通信次数 因为联邦学习中的 通信代价很高 我重点介绍了 Federated Averaging 这种算法 这种算法的好处在于 可以用更少的通信次数 达到收敛 我现在介绍第二个研究方向 联邦学习中的隐私保护 回顾一下 分布式机器学习 或者是联邦学习的 架构和算法 如果用梯度下降算法的话 Server把模型参数 发给Worker Worker算梯度 然后把梯度传回Server Federated Averaging 算法有些区别 Federated Averaging 不是把梯度传回Server 而是把Worker 接点本地算处的 参数模型传给Server 用梯度下降 或者Federated Averaging 这样的方式学习 被传来传去的 只有模型参数和梯度 用户的数据 并没有离开用户的设备 这样看来 分布式学习和联邦学习 都是安全的 用户的数据隐私被保护了 你们同意我这种说法吗 你仔细想想 用户的数据 有没有被间接泄露出去 你再想想 梯度或者随机梯度 是怎么算出来的 随机梯度是用用户本地 一个Bash的数据算出来的 算梯度的时候 其实就是用一个函数 把用户的数据 做了个函数变换 把数据映射到了梯度 如果你不理解我的意思的话 我再解释一下 我拿最小二乘回归 给你举个例子 最小二乘的损失函数是L L是这样定义的 数据 XI和模型参数W内积 减去标签YI 然后求平方 而随机梯度呢 是用L函数关于W求导 得到的梯度是这样一个向量 XI前面这一项是实数 你应该已经看出 这个随机梯度 就是把数据XI做了个放缩 你再仔细想想 梯度就是把数据做了个变换而已 对不对 如果你还是没明白 你暂停一下再想想 看梯度是不是把数据做了个变换而已 我们回到上一页 你看 虽然数据没有离开用户设备 但是呢 梯度被传出去了 梯度其实就是数据做了个变换而已 梯度几乎携带了数据所有的信息 所以拿梯度是可以反推出来数据的 你想想我说的话有没有道理 你想想梯度是不是包含了数据的信息 刚才我试图让你相信这样一个观点 传出去的梯度携带有数据的信息 所以呢 其实可以通过梯度反推数据的 这篇文章提出这样一个观点 如果机器学习得到的模型是有用的 这个模型必须带有训练数据的信息 其实这句话说的等于没说 训练出来的模型肯定跟训练数据有相关性 肯定带有数据的信息 这是显然的事实 参考文献二中提出种叫做model inversion attack的方法 可以从模型参数中反推出来训练数据 为什么逆向工程可以做到呢 原理就是模型参数带了训练数据的信息 甚至模型记住了训练数据 但是呢这种攻击的效果不太好 因为model inversion attack只能看到最后训练出的模型参数 参考文献二说明 只看到最后训练出的模型参数就能够反推出训练数据的一些信息 那么想要在联邦学习的过程中反向推断用户的数据就更容易了 联邦学习中 不管是server还是worker节点都能重复的看到每一轮迭代号的模型参数 这就意味着联邦学习中泄露的信息更多了 既然参考文献二中可以用最后模型的参数反推出来训练数据 那么联邦学习中有更多的信息 反推用户的数据就更容易了 参考文献一和三就做了这样的事情 泄露联邦学习中的隐私数据 它们就是用模型参数或者是T度来反推用户的隐私数据 虽然不能精确地恢复出用户数据 但是足以获得用户的隐私 比如说如果用户的数据都是用户的肖像 这些反向推断不知道用户具体长什么样 但是可以大概知道这个人是男是女 有没有戴眼镜是白人还是黑人等等等等 文章一中的方法非常简单 我可以在这里描述一下主要思路 只要能得到T度就能推断出用户数据的一些属性 比如性别种族年龄疾病等等等等 如果把一个用户的T度作为输入的特征向量 然后用一个分类器来判断这个用户的属性 比如一个分类器可以判断此人是男是女 另一个分类器可以判断此人是大于30岁呢 还是小于30岁 这什么原理呢 其实就是我前面试图说明的观点 T度是一个数据的函数变换 T度带有数据信息 因此T度可以用来反推数据 你看联邦学习中的隐私其实很容易泄露 就算把T度下降换成Federed Averaging 这个攻击也同样有效 通过模型参数或者T度去反推用户隐私数据的方法有多种多样 刚才我只讲了最简单的一种 问题来了 有没有办法抵御这些攻击呢 说到隐私保护 所有人都能想到用Differential Privacy来保护隐私 Differential Privacy其实就是加噪声 通常是往T度里加噪声 往模型参数里加噪声也可以 可惜实验证明加噪声是不行的 要是噪声不够强 还是能反推出来用户的数据 要是噪声太强了 学习的过程就继续不下去了 损失函数不再往下降 Differential Privacy这个东西被研究了好多年 发了无数篇论文 但是我不觉得加噪声是个好办法 尤其用在机器学习里面 孩子登被子怎么办 你把他腿给打断了 孩子不就不能登被子了吗 你加噪声当然可以保护隐私了 隐私是保护了 但是模型也学不好了 孩子是不会登被子了 但是腿也被你给打断了 往T度或者模型里加噪声 收敛的速度和最后测试的准确度都会变差 加到噪声越多 机器学习的效果越差 往T度和模型参数里面加噪声 测试的准确度会掉几个百分点 这在工业界是很难接受的 一个百分点可能就意味着一天几十万的收入 这些论文也是了些别的防御的办法 但是都不work 你拍拍脑袋能想到的防御办法 别人也都想到了 别人也都试过了 但是都不行 所以看下联邦学生的隐私泄露很容易 但是想保护隐私就比较困难了 第三个研究方向就是联邦学习的鲁棒性 让联邦学习可以抵御拜占庭错误和恶意的攻击 什么是拜占庭错误呢 这个得从拜占庭将军问题讲起 拜占庭将军问题是Lamport等人在1982年提出的 这是个很老的问题 针对的是分布式系统中出现异常节点的情况 拜占庭将军问题是个比喻 简单的说就是我们中出了个叛徒 我们一起商量工程 但是有个叛徒在忽悠我们 让我们去执行错误的战术 导致我们最后被团灭 这是个传统的分布式系统的问题 要是有个节点故障了 但是没有挂掉 这个故障节点就会给其他节点发送错误的信息 有可能把整个系统都给带到沟里去 联邦学习也存在拜占庭将军问题 因为真的会出叛徒 要是有个节点故意使坏 把自己的数据和标签做修改 那么传给Server的梯度就是有害的 可能会让学到的模型犯错误 参考文献一提出的Data Poisoning Attack 文章发表在Nips 2018上 意思就是把一部分作为训练数据的图片 做一些小幅的修改 但这些修改是精心设计出来的扰动 加了扰动之后 这个图片样本就变成了毒药 可以用来对模型下毒 如果训练模型的时候用到这些毒药 模型就会犯一种很特别的错误 参考文献一是针对普遍的深度学习的 可以把这种Data Poisoning Attack 用到联邦学习上 这是很容易做到的 Worker节点只要能看到模型参数 就能把自己本地的图片变成毒药 Worker节点用毒药计算出来T2 然后给传回去 会让Server上的模型犯某种特定的错误 或者留一个后门 参考文献二设计一种Model Poisoning Attack 专门针对分布式积极学习 我不怎么喜欢这篇文章 这种Model Poisoning Attack 过于简单无脑了 就是把本地的数据标签换真错的 用正确的图片和错误的标签 来计算梯度方向 再把梯度方向发回一个Server 我觉得这挺无聊的 是个人就能想得到 把标签换真错的 肯定会干扰分布式学习嘛 我个人比较喜欢参考文献一 参考文献一设计的方法非常巧妙 不是显然能想到的 当然还有别的攻击方法 已经有好几篇论文了 这些攻击要么是干扰学习 让模型犯错误 要么是让学传模型留一个后门 有了攻击自然会有人研究防御 我介绍几种简单的 第一种是Server检验 Worker传回来的T2到底好不好 Server会拿某个Worker传回来的T2 来更新模型参数 然后算一下 用新的参数在测试级上的准确率 如果某个Worker恶意传回错误的T2 肯定会造成测试准确率的下降 这种防御的办法很显然 大家都能想得到 但其实这种防御没什么用 Worker上的数据 跟Server上存的数据 统计分布不一样 联邦学习中的Server 是不能看到用户数据的 所以也不知道用户数据长什么样 即使Worker是诚实的 单个Worker算出来的T2 也可能会让Validation Accuracy变差 只有把所有的Worker的T2 平均起来更新模型参数 Validation Accuracy才能变得更好 我觉得这种防御 不太适用于联邦学习 第二种防御就是 Server检验Worker传回的T2 假设数据是独立同分布的 那么所有Worker算出来的T2 都不会差太远 比较一下每个Worker传回的T2 要是有个别的T2 跟其他T2差距很大 就可以认为相应的Worker是异常的 但这个Defense其实没啥用 为什么呢 因为数据都不是独立同分布的 因为每个Worker上的数据 本身性质就很不一样 所以用不同数据算出来的T2 自然也很不一样 如果比较一下这些T2 这些T2肯定各不相同 因为数据不是独立同分布的嘛 对吧 联邦学习中用这种办法 不太可能检测出异常的Worker节点 第三种防御是Byzantine Torrent Aggregations 意思就是Server不是对算出来的T2做加权平均 而是用Median等更稳定的方法来整合T2 比如说把平均Min换成中位数Median 但实际上也可能不Work 这些文章都在假设数据是独立同分布的 总结一下 多个用户参与联邦学习 可能其中会出叛徒 这些叛徒可以对联邦学习进行多种多样的攻击 可以让学习变慢 也可以让学到的模型效果变差 也可以让学到的模型有个后门 现在我们知道了 联邦学习存在这些潜在的风险 所以很有必要研究能抵御这些攻击的鲁棒算法 有些比较显而易见的防御措施 但只有在数据是独立同分布的情况下才有用 联邦学习最基本的假设就是数据不是独立同分布的 所以这些防御基本都没有什么用 总而言之呢 攻击比较容易 但是防御很困难 我还没见到真正有效的防御 最后我总结一下这些课的内容 什么是联邦学习呢 联邦学习其实不是多么新的东西 不是多么革命性的概念 联邦学习就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分布式机器学习 分布式机器学习已经被深入研究至少十年了 联邦学习中的基本想法几乎都在分布式机器学习中研究过了 联邦学习的目标是让多个用户一起协同训练出一个模型 但是这些用户不共享数据 用户的数据不能离开用户本地 如果用户的数据被交给第三方 然后做一个并行的训练 这个不叫联邦学习 联邦学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保护用户的数据隐私 联邦学习是一种分布式学习 但是联邦学习有一些特点导致联邦学习比普通的分布式学习要困难 我已经重点讨论了两个难点 一个是数据不是独立同分布 另一个是通信很慢 联邦学习有哪些值得研究的问题呢 首先就是要解决算法效率的问题 由于用户移动设备的响应慢 通信速度慢 每一次都要花很长时间才能等到大部分用户把结果发回来 假设一个小时能等到一半用户响应 我们才能做一次迭代更新 那么一个星期就能迭代一百来次 如果一个算法要迭代几千几万次才能收敛 这个算法就没有办法被用在联邦学习上 所以要设计communication efficient algorithms 争取几十次通信就能训练出模型 我重点讲了Federated Averaging这个算法 这个算法是以牺牲更多计算为代价 以换取通信次数的减少 其实communication efficient algorithms也不是很新的想法 至少七八年前就有人在研究怎么样减少通信次数了 但是绝大多数的算法只能用在独立同分布的数据上 不能用在联邦学习的数据上 第二个研究方向是保护隐私 阻止别人通过七度或者模型参数来反向推断出用户数据 联邦学习的算法号称保护隐私 因为数据没有离开用户设备 Server看不到用户端的数据 但遗憾的是已有的算法并不能保护隐私 用传出去的梯度或者模型参数 可以反过来推断用户数据的性质 已经有几篇文章验证这种推断是可行的 而且很容易做到 攻击很容易 但是防御非常困难 你能拍拍脑袋想到的方法都没有用 比如说Differential Privacy或者Jop Out 都保护不了隐私 我这说法也不是太严谨 Differential Privacy是可以保护隐私的 但是代价是学习会变慢 最后测试准确率会掉几个百分点 拿Differential Privacy这东西灌灌水还行 但是工业界谁愿意让自己的准确率掉几个点呢 工业界一个点的精度可能就是每天几十万的收入 我自己也在研究怎么样保护隐私 我用随机矩阵变换的方法来阻止反向推断用户数据 同时又不影响模型的准确度 从初步实验来看这个方法还是有效的 但我实验还没全做完 现在还不能下结论 第三个研究方向就是算法鲁棒性 有多个用户参与学习 每个用户都不受控制 这就有可能出现所谓的败战亭将军问题 就是我们中出了个叛徒 叛徒可以发现乱七八糟的错误信息给Server 也可以精心设计出有毒的样本 或者有毒的梯度来毒害模型 如果数据是独立同分布的 就有办法检测出异常的worker节点 可以发现叛徒 也有办法抵御攻击 但遗憾的是联邦学习的特点就是 数据不是独立同分布 所以这些攻击很难被发现 也不容易防御 七高联邦学习的鲁棒性 是个值得研究的方法 但并不容易做到 感谢大家观看 如果对联邦学习和分布式学习感兴趣的话 可以看一下我前面两个视频 从而对并行计算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感谢大家观看